为何有补铁系列 有一次我去捐血 因为血红数量不达标 所以不能捐血 护士就跟我解释 要多食含有丰富铁质的食物 补充铁质 我看过补充铁质的单章 才知道补充铁质大有学问 食物的选择和备答要有技巧 于是我参考了红十字会的铁人食单 推出这个补铁系列 希望透过制作高铁菜式的影片 帮助有需要补铁的人士 例如恒常捐血者和有需要补铁的妇女 为何铁质这么重要 血红素储存在红血球内 负责运送氧气到身体各个部位 铁质是制造血红素的主要元素 人体能量供应过程中 亦都需要铁质 缺乏铁质可以导致贫血 面色苍白 头昏 心贵 疲倦乏力 免疫力下降 和难以集中精神等 要摄取多少铁质才足够 我们身体除了需要碳水化合物等主要营养素 还需要维他命和矿物质的微量营养素 铁质属于微量营养素之中的微量矿物质 整个人体只有3-5克的铁质 而每日的摄取量是以毫克计算 怀孕中的妇女铁质需求大增 而制造足够的红血球供应给自己 和生长中的胎儿所需 孕妇严重贫血会导致胎儿缺铁 影响胎儿脑部发展 产后同步予期的妇女 亦都需要较高的铁质 对于儿童 缺乏铁质会影响他们的认知和学习能力 18-49岁的女士和怀孕初期的女士 需要20毫克 怀孕中期及暴雨期的女士需要24毫克 怀孕后期的女士需要29毫克 50岁以上的女士又或者更年期之后 和成年的男士需要12毫克 18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 请参考这个表 为什么我们容易缺铁 根据2017年香港红十字会的数字 有31万2千人去捐血 其中22%暂时不能够捐血 其中52%是因为血红素不足 也就是缺铁 其实我们需要铁质的份量这么少 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缺铁呢 主要原因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关 我们喜欢在用餐时饮奶茶、咖啡 而红酒也越来越流行 这些饮品都含有丹铃酸 影响非血红铁素的吸收 另外铁质只会在身体内储存3天左右 就会自然流失 要避免缺铁 首先我们就要了解它的特性 铁质的特性 食物是我们铁质的主要来源 动物性食物的铁质 有约4成是血红素铁质 HEMION 约6成是非血红素铁质 Non-HEMION 植物性食物 则百分百为非血红素铁质 Non-HEMION 血红素铁质 较易吸收 吸收率是10-30% 非血红素铁质 较难吸收 吸收率是5-10% 因为需要先转化成为血红素铁质 才可以给人体吸收 而且非血红素铁质 很容易受到其他物质影响 所以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 钙质 以及咖啡 茶 葡萄酒中的丹宁酸 都会阻碍吸收非血红素铁质 而维他命C 就会帮助吸收非血红素铁质 我们可以这样编排 钙质丰富的食物 例如高钙奶 就应该留在早餐吃 午餐晚餐就多吃铁质食物 红十字会建议最好在饭前饭后两小时 避免喝咖啡或茶 维他命C可帮助吸收非血红素铁质 50毫克 一个橙 就可以增加吸收率2-3倍 故此进餐时或餐后1-2小时内 应该进食含豐富维他命C的蔬果 蔬菜的例子有 椰菜 蕃茄 青红椒 和各式的新鲜蔬菜 而水果可以选择蕃石楼 奇异果 橙 士多啤梨 或者鲜果汁等 铁质较多的食物 想增加吸收铁质的朋友 可以选择一些铁质较多的食物 动物性食物 红肉 肝脏 家禽类 海产 猪 牛 羊 鸡肉 大家都知道红肉的铁质较高 但其实猪蝇的铁质更高 是牛肉的好几倍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点 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 建议每星期进食 不超过500克的熟红肉 相等于烹调前的700-750克 約20两 同时避免加工肉类 以減低幻想大腸癌的风险 海产当中 蜆的铁质最高 比猪蝇更高 蚝和青口也是不错的选择 比牛肉更高 植物性食物 黑木耳 深绿色的蔬菜 豆类 果仁 和种子类 黑木耳有丰富的铁质 而在蔬菜当中 以菠菜的铁质最多 豆类当中 以黄豆铁质最多 小扁豆 红腰豆都不错 果仁种子类当中 以黑芝麻最高 菠麦片 Cereal 就是我们俗称的粟米片 亦都是很好的铁质来源 我在香港超市 抽查了几个有定名铁质含量的样本 每100克有5至12克的铁质 由于香港的标签法例 并没有硬性规定要定名铁质含量 选购时要留意 你知道吗 美国有法例规定 在面粉和Cereal里面 要加入铁质 可见铁质的重要性 在《正叹厨房》的補铁系列之中 我会运用这些高铁食材 制作方便大家補铁的菜式 希望大家喜欢 最后补充一句 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或营养的问题 应该向你的医生或营养师尋求意见 多谢收看这一套影片 如果你喜欢的话 给个like我 记得订阅和按旁边的小铁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 多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